最近呢有一句话特别火 叫什么呢 叫那些年你开过的奇葩证明 这个话题呢 我们得从我们官微收到的一封 一封的观众发来的这个私信 开始说起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号官微 收到的私信 它叫原来你在那里 他说你好 我是隋州市的一名普通市民 五月份呢因为意外摔断了腿 在医保报销的时候 遇到了奇葩证明 本地医保部门认定 因为我太年轻 不可能自己摔断腿 一定是有车辆参与的 所以呢需要我开具 我是我自己摔的证明 才给予批准和报销 我真不知道 这个自己是自己摔的证明 究竟要怎么开 这算不算是奇葩证明呢 的确是奇葩证明 好 因为呢 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在发出了这样的一个 建议以后呢 有很多网友也发来了 他们相关的一些调查 以后的一些情况 自己遇到的一些事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都被要求 开过什么奇葩证明 有很多 但是呢 我们呢 就只能是选择 只能是选择性的 来回答了 你看 这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奇葩的 这个证明的说法 我们选择一个吧 比如说 畅乐的这个 他说 有啊 领取养老金 得证明自己活着 够奇葩的吧 等等 看来这个网友们的问题 确实很多 时间关系 我们不选择那么多 大家可以通过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看 端端 我们的虚拟观众席上 是不是也有观众朋友 有这样的感受 我一直在看 天哪 这大家 这个弹幕已经快引爆了 因为大家都被这个 给吸引了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这个网友稍微有点碎碎念 其他证明我没有感触 我曾经在给父母办旅游签证的时候 需要提供父母的结婚证 我妈六十岁了 结婚证早就在搬迁的过程中丢了 我原本以为货货本上的配偶关系就行了 但是当地的民政部门说 两个人不是在本地登记的 没法开夫妻关系证明 旅行社说了 那没有结婚证 也没有民政部的证明 不能证明他们两个是夫妻 必须回到原来登记的地方 开具结婚证遗失证明 那我只能找到我父母当年 登记结婚的民政局 对方却说三四十年前的档案查不着了 只能这个证明案没法开 那最后旅游也没去城 真是奇葩呀 这位网友伤得很深 伤得不浅 向他的父母表示最深刻的同情 是 因为我们现在在后台开启了 一个让大家发自己遇到的 这个奇葩证明的弹幕功能 您此时刻发上来 就能看到自己的这个证明了 那么其实呢 在这儿呢 我们说这个意思 不是说这个奇葩证明怎么怎么好 而是告诉大家 在下个月 所有的这些奇葩证明 就都不存在了 来看一个短片 请证明你是你 你妈是你妈 你儿子是男的 你还活着 哪哪都离不开证明 如此繁琐形式化的证明 是不是让你跑断了腿 累弯了腰呢 不过从9月1号开始 公安机关或派出所对居民户口部 身份证 护照 能完全证明的20类事项 不再出具证明 同时擅自要求开具 不合理证明 还会被追责 不过也有许多网友发愁 如果这些证明 都不在公安机关 或者派出所出具了 万一相关部门有要求 会不会出现 办事无门的情况呢 所以呢 问题也来了 说派出所不开了 那其他部门要求 开这些证明怎么办呢 来 请海灵回答一下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观点 我们要强调一下 第一 不是所有的证明 都是奇葩证明 有的时候 其实证明你妈是 你妈是有必要的 因为比如说 你是家庭财产继承 那你是要证明的 何况你还不但要证明这个 你还得证明 你来的兄弟姐妹 是你所有的兄弟姐妹 是你全部的 谁都没少 这些都有必要 因为这是对公民权益的保护 但是的确有相当多的证明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那么这一次我们针对 就是这些 毫无意义地 用来给这个主管部门 卸责任的证明 那问题就在这说 你现在把证明这条路堵上了 会不会出现说 那我不办事了 没有这个证明 那我就不办 所以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说 那么包括我们注意到 我们政府相当也做了 这个相应的规定 就是说你如果还要 开这种证明 那我要追责的 那我想我们再应该 第二个追责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不要开证明了 你也不给老百姓办事了 那我也要追责 所以追责是追两件事情 第一个证明不能乱开 第二没证明 该办的事你得办 所以有这两条 我觉得奇葩证明就会消失 但是绝不意味着 它所有的证明都会消失 有些证明开了 其实是对公民的一种保护 最终还是要说 办事的时候 尽可能要方便一些 好 好